開 開 開 身穿亮橘色的顯眼制服 精神抖擻的為客人指引加油的方向 這裡是陽光加油站 低頭的員工全都是身心障礙者 陽光健背加油站自2022年2月開幕 是陽光基金會繼市民加油站後所經營的第二間加油站 為了幫身心障礙者打造專屬的工作環境 在中油的贊助下加油站全面更新站體 包括重量輕且容易抓握的加油槍 降低加油工道的高度 大螢幕的收音機 以及對於聽障者友善的指示板 幫助他們解決溝通上的問題 陽光一直想要做的就是 可以服務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如果我想要讓我的服務的效益加持的話 就是我們把這一張的招募來我們家的贊助訓練 協助他到可能離他價比較近的 只要贊助 推介 如果兩張加起來 那我是不是服務的人數可以更負大 身心障礙者因為行動力和理解力 都比一般人來的緩慢 做事情需要比很多一般工作者都還要認真 對他們來說單純的收錢找錢的步驟 則需要拆解成好幾個環節來執行 我覺得他們因為多半都是認知障礙 他們可能學東西比較慢 然後沒辦法一次計太多的步驟 但是身心障礙者不是學不會 但是他們時間需要很長 那他們一定會學會 今年18歲的聖邦患有輕度智能障礙 經由高中老師的引見來到陽光加油站 當初奶奶帶他來加油站面試時 擔心他什麼都不會 但其實聖邦的學習能力不錯 經過舊服員的指導 現在的他在洗車加油方面的表現都獲得稱讚 讓他得到不少成就感 同時也在加油站交到許多好朋友 我會工作的技能跟人際互動的方面 跟老師教我學習壓力的一些技能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公立機構員工總數達34人以上 雇用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數的3% 民意事業機構員工總數達67人以上 則不得低於員工總數的1% 我覺得很多企業是選擇用罰款 我在我的工作中找一個最不重要的角色 或是就是什麼樣的角色顧用進來 可是對他來講他沒有發展性 我反而覺得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改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認為企業內要有像舊服員 這樣的專業角色存在 就業服務員也稱技術輔導員 平時會協助身心障礙者完成工作內容 和顧客之間有溝通問題時 舊服員也會聚中協調 並教導身心障礙者該如何應對 陽光加油站希望作為一個訓練中心 讓身心障礙者學會基本的加油 收銀 汽車美容的技能 未來能夠到離家裡較近的一般加油站就業 市民加油站在5年內 共推介了180位身心障礙者到一般職場 而近年來因為電動車的興起 加油站在未來的人力需求恐怕會大幅減少 它也會面臨轉型跟整個就業市場環境 還有沒有需要這麼大的能力 因為現在這度加油也挺起 所以我覺得我們未來應該 不會再朝向在新社交站 而是把這樣子成功的經驗或模式 複製到其他產業 陽光加油站希望帶給消費者良好的加油體驗 也能讓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有更多理解 這邊的服務很好 然後也很貼心 有意願 只是我們不是我們桃園人 如果是台北人我們也願意 會來這邊再洗車加油 陽光加油站幫助身心障礙者培養就業能力 並且鼓勵他們到一般職場 抹去心中的刻板印象 讓身心障礙者更容易融入社會 實現自我 讓身心障礙者更多 讓身心障礙者更多